各位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哥 我們是希5 晨早新聞報傳 希哥,天氣今天很詳細 來到10月7日,星期四 強烈季後風訊號是現證生效 接下來有兩個風影響我們 一個是已經影響我們的一股 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後風 會在未來幾天繼續影響廣東沿岸 另一個風在南海中南部 有一個低壓區 預料會發展成熱帶氣旋 隨後會向海南島至北部灣一帶發展 接下來會跟香港維持超過500公里距離 不過這兩個風 東北季後風和低壓系統的共同效應下 今週五和週末期間不太好天氣 風勢會較大,有狂風大驟雨 海面有湧浪 如果這個低壓系統有顯著增強或更靠近本港 天文台會考慮發出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由於週末前後的天氣不太穩定 大家的戶外活動可能會受到影響 到時留意一下天氣變化和天文台發出的最新天氣消息 預測今日的天氣大致多雲 有幾陣趙雨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約31度 吹清淨的冬至東北風 另岸吹強風 好,非常之長進的天氣 跟大家講一講疫情 有六宗輸入個案 有三個有打針 有三個沒有打針 包括沒有打針的一名印容 和兩名未接種疫苗的船員 再講,這個強制檢測要 因為在觀塘、觀立小學二年級 爆上呼吸度感染 師生最遲 今個星期五就要檢測 星期五四檢測 如果有什麼事 是不是應該即時檢測即時隔離 真是這麼慢 另外想講一講 這個疫苗是再下降的 昨天打的人數再下降了兩成 昨天已經說下降了 再下降了兩成 現在可能有些消息說有藥 這個叫做默沙東口服藥 全球是搶手的 新加坡那邊本身說 吹到人民叫政府封關、檢測、隔離 他沒有做這些事 不過那間公司宣布 新加坡就簽約了 新加坡就決定是有藥 那我為什麼要隔離呢 這樣大手扣入 再講了 這個新冠肺炎 原來有個病發症 後遺症 就說部分患者腳步好之後會浮腫到無法穿鞋 即是說腳趾會脹起了 這麼誇張 那些病毒令你的免疫系統有些問題 之後就會發炎、漲大 很多這些案例 不知道有沒有人出事之後會有這樣的情況 還有一件事 就是 97歲的婆婆 打完針後 14天內死亡 年紀也很大 97歲 不知道是甚麼事 專家一定說沒有關係 但是真是很大年紀 97歲 這樣 那講一下香港的新聞 很多 慢慢講 馬安山27歲的女人 就遭到咸豬手的 69歲的伯伯 就是涉案被捕的 就在這個 就是前天的10點鐘 晚上 在這個西沙路被人咸豬手 已經被捕了她 已經是 拘捕了一個69歲的伯伯 氣哥說到 這個天氣這麼嚴熱 很多人就會出去玩水 那欺山莫欺水 山水也有人傷亡 在西貢的銀線灣 有藍泳客是御匿昏迷的 救生員就合力把他抬上岸 就急救 昨天這個早上11點 67歲的謝姓男子 就在西貢銀線灣游泳 御匿枯 之後泳客發現這件事 他在10米對開外面再浮 再沉 立即通知救生員 救生員就馬上去救人 這樣 原來感到不惜意外遇匿 不舒服就不要游泳了 就說 他當時抬起的時候 呼吸和脈搏都是很弱的 立即和他進行心肺復甦 很多單 隔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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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值值1300萬 就是藏在一些官地上 嘩 他覺得越危險的地方 越安全 是啊 那一塊地畫了政府管有 但是被那些不法之徒 拿來藏在他們那些賺食家餐 薄他平時不荒誘人 是啊 厲害 另外就說說 洪磡有一個男人 就是撤死的 他只是寫病刊 沒有說多少歲 沒有說做過什麼 你問我 我覺得這個新聞也可以 是啊 沒有年紀 完全什麼都沒有 只有兩行 但是貼了他住哪裡 他那個地方都挺漂亮的 好像海船門那樣 那些貴價樓來的 就說他昨天早上 8點11個字 就是差不多9點 就在海逸道 海逸豪園 一名男子 在單位內昏迷不醒 送去醫院 就證實不治 現場消息指 死者患病 完 是吧 你正常來說 以前會說說你 做過什麼 14天內 又會說說你有什麼病 什麼都沒有 不跟進 幾歲不說 是啊 就是這樣 那在網傳 這件事就爆了 網傳 那位國安法的法官 這個新聞一定要說出處 就是東方日報 我一開始看到在Facebook傳 都不敢說 當然有些網台就不怕 因為不在香港 就交出你的心 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些一定看到報紙報 我們才會報的 很多人說 我有些什麼爆料 對給你 五仔 你報吧 報什麼報 我說 我讀新聞的 你也傻的 你真是亂說 有自己的新聞 那麼 本報信 東方日報 港區國安法指定法官 總裁判官 蘇維德 近日突然心臟問題 劉院 馬麗醫院 深切治療部 消息指 他的心臟衰竭 輪候心臟移植手術 說他目前正在放病假 未知什麼時候服務 他的報紙向馬麗醫院查詢 說法官在心臟移植明察輪候情況和病方 馬麗醫院拒絕透露 說未經病人同意 就不會證實和透露任何病人的資料 是否其實就告訴你 醫院就不會跟你證實 這個報紙找了一些資料 就說 本港近年心臟移植的次數不樂觀 有下跌趨勢 2018年一年裡有17宗換心 2019年急跌至8宗 上年10宗 今年上半年僅僅3宗 去到今年6月底 其實有77個病人等候換心 其實現在的科技 因為我見過一個人 他心臟已經停了 因為他現在有一個呼吸機 那些人工呼吸機 他會不停打氧氣進來 他會保持到那樣東西 我曾經看過這個情況 不知道他現在有什麼情況 總之就說 現在正在放病假 這些都是小道消息 是的 昨天有些網友在這裡糾正我 和佛學有關 他說阿彌陀佛 他說阿彌陀佛 他跟我說這個讀音的問題 他說阿彌不是阿彌陀佛 我就告訴你 其實心臟來講 是一個信念 如果有些人說了幾十年 那樣東西 突然間糾正他 其實他沒有了那個心念 可能他不靈也不定 我本來想著他講完之後 我就阿彌陀佛 我突然想起這件事 和大家講講 好了 再講就是元朗 多區 香港很亂 亂得不得了 元朗 有男人被人砍 肩膀中兩刀 車鏡拍攝有多名大漢 手持刀棍通街走 哇 離譜 剛剛剛剛凌晨 有那些車鏡拍到 六七個男人手持刀棍武器 街頭在耀武揚威 哇 就是那些車鏡拍攝到 那私家車司機 就為保安全 立即開車離開 但是 因為那個司機 就是跟事件無關 純粹拍到給大家看 昨晚 就在6號的晚上 案發現場 就是元朗同益商場出面 當時有一個非華裔男子和朋友聊天 期間突然有多名刀手出現砍他 年約30歲的事主肩膀中兩刀 就是由救護車送院的時候清醒 警方到場調查 還沒有人被捕 不止一宗 我想說很多宗 慢慢說一下 真的很多宗 粉嶺有一宗 粉嶺中年男子 租三個男人是圍偶的 身體多處受傷 這就是昨天下午5點 在粉嶺和泰街49號對開受傷 初步調查 受傷的男子姓蕭 47歲 仍然清醒 懷疑較早前 被三名男子 以硬物襲擊 導致頭、手、腳多處受傷 那三個男人 之後就上了私家車 就走了 警方列續傷人案處理 三名兒胸 安法時身穿深色衣服和戴口罩 另外深水埗 有男人遭到三名刀手斬傷 倒地為大灘血跡 這就是昨天晚上8點 38歲本地男子 逃經王竹街27號 被三名刀棍的男人下車施襲 他手腳被斬傷 也是買手腳的 這些不斬身 教訓一下 但也很糟糕 情空後 上車就逃到大埔道方向 拉了封鎖線調查 現場圍下大灘血跡 送到馬加烈醫院治理 移空年齡25至30歲 中國籍男子 深色衣服 戴口罩 連講講的三宗 一到晚上就到處斬人 好像你那些紅穴 一夜晚那些人就來了 好恐怖 早上有另外一些危機 之前在觀塘連德道天橋的車禍 司機就把車燈放上網 看到那兩個旅途人手牽手 衝馬路 在行車天橋就衝 跟車鬥快 中了 因為你去到那個之後 還要跨欄才揹 那兩個人被車撞到飛開 看到的 那這些呢 告訴你 我昨天在一個黃埔附近 看到有個女人 其實也是過馬路 聽到那架車 噗噗噗噗噗 然後那個女人 剛剛拆身移過的士 又去鬥快 好像很好玩 好像很好玩 真是 不知道幹什麼鬼 但是我想說,那的士是沒有收藥,是沒有收藥的 你喜歡玩就跟你玩,你紅燈過馬路撞到你,他又沒有東西 對不對?你在那些不應該過馬路的地方這樣衝過去,他撞到你,他沒有東西 那人死了,哎呦哎呦死了,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說你們這些人幹什麼鬼? 有些女人也是很死厭世的 之前有個老伯說,哎呦的士那件事撞到這樣,然後過馬路穩固點,旁邊的女人就說,要死就死了 這麼悲觀的,要死就有很多方法,每天都有80個人確診癌症 但是你說這樣的時候,心底不好,對不對? 不要趕著投胎才可以做人的事 因為你在這個世界可以幫到其他眾生,為什麼這麼趕著走呢? 是不是?轉過頭就做不上人了 守不到規矩的時候,那些動物不用守規矩 是不是?就是不要這樣,說說野豬 那麼野豬墮海再浮再沉,竟然能夠救回來 在側魚沖的小野豬墮海 好忙,野豬也要救 是啊,竟然掉下水也有的,兩呎長的BB豬來的 這些呢,不知道是什麼事 狐狸糊塗就跳下海了 是啊,可以跟大群失散的群居 是不是? 有時候在世界看到的新聞,看到很多那些因果、循環 各樣,自己好自為之 好了,丁九酒店有女子房內昏迷,宋苑不治 69歲在這個酒店丁九青山公路的一間酒店 就是暈倒的 家人報警,之後就在宋苑搶救,證實不治 69歲一個人跑去酒店做什麼? 是啊,女死者就有身體病歷紀錄的 是啊,其他就不說了 只是告訴你身體病歷紀錄 再說說,警察破獲荃灣地下的麻雀檔 17人被捕 就是昨天,前天的下午4點半 看到很多,有一個54歲的姓豬的本地女子 就是一個話事人來的 經營賭博場所,另外就是五名本地男子 11名本地女子,年齡介乎50至84歲 就是非法聚賭的 反而女人多,打麻將 去這些地方,我也在警告一下那些人 在玩非法賭博,非法綠合彩 那些,很多非法賭博 分分鐘都是被捕的機會 昨天在九龍塘旅遊巴 又互撼的士,兩個人被困 窩打老道往沙田方向,一道全風 塞到爆炸,昨天九龍塘那裡 如果這樣搞的話 剛才說過,欺山莫欺水 發現很多人都是行山搞定了 有一個英國籍男子 獨行黃龍石鑑,失蹤四天 發現雲斷獨龍谷 名字都特別恐怖 獨龍谷 五十一歲,英國人 他是一個產品設計師 如果有什麼獨樹的身份 就說被不滅口了 現在的網台很過癮 男死者生前 在港島石塘咀獨居 老婆身在台灣 家人在英國 找回一條絲 就是這個絕龍谷 這些名字真厲害 好像打機裡面的地方 另外一個中年男子 失蹤 老婆報警 四個小時後發現 在城門水塘 吊頸死亡 去到那裡吊 就是昨天凌晨12點45分左右 就在城門水塘 菠蘿坝那裡 燒烤牆附近吊頸 找到之後已經死了 這樣 再說 這個 官堂有兩個男子 身懷紅油和膠手套 涉非法收債被捕 分別是十三和十五歲 這麼乾淨的手套 你如果還未淋得及 是的 是的 好的 淋了之後被人抓到 你坐了兩條罪 在他身上找到一罐紅油 兩對透明手套 兩支膠水 AA膠 噢 這支鎖匙洞 懂東西 你搭過嗎 不是 哈哈 你又知道 警方現在非常關注非法搜債行為 招募那些 安排的年輕人 誤導他們 因為這些判很輕的 照著香口膠 拿兩桶油 是的 你死小子 小時候出來做粗 大過就斬人 小過就做這些 香港的犯罪就是這樣的情況發生 哎 又不是要做毒的 不過要再大一點 警察在官堂公下賭獲毒品倉 檢獲860萬K仔 拘捕了17歲的無業青年 十三十五歲就跑去林友 折鎖匙洞 十七歲就販毒 二十歲起跳就斬人通街 你看看香港亂 是不是 昨天就在這個官堂 檢獲14.3公斤陸安同的K仔 是的 那男子就被控兩罪 販毒就被捕 兩項販毒罪被捕 這樣 那另外呢 南亞雌雄賊就被捕了 就企圖爆隔天台屋就斷正的 那唐柳一名姓黃 63歲的女住戶 就經聞住所外傳異響 那茶漢發現兩名南亞男女在天台鬼鬼祟祟祟 就打算偷番薯了 是的 那接著呢 警員遲盾牌登門調查 那是報警 對不對 又成功將他們拘捕的 是的 那另外呢 也有一單說 一個68歲的男人在南昌街荔枝閣 散步的期間 被一個年約40歲的南亞裔男子 扯腰包 事主尾徐 就追了 但是 不夠力 體力不知 目送賊人遠去 那有一千元的電話 是的 就損失了一個銀包 這樣 就列作搶劫的 這個 南亞犯罪也挺嚴重的 另外想說一下 如果你小時候不守規矩 剛才說的十三十四十幾歲就在那裡 臨友 大過就販毒 再大一點就斬人 再小一點不守規矩就做什麼呢 在電梯裡面磨尿 那男生在電梯裡面磨尿 引致操作傷 短路 著火 是的 就是起火的 他差一點 因為當時就混電梯 一著火他就混 於是 混了電梯裡面 差一點就燒死他 他自己也沒有想過這麼嚴重 是的 這件事就是大陸的 他就愚蠢 走到那個按電梯的位置 一磨下去的尿 就弄濕了這個電路板 之後就起火了 爭點就變成燒豬了 我告訴你 幸好當時那些美團 應該就是外賣員 聽到升降機裡面有人叫救命 立刻就打911 應該是不是大陸 我也不清楚 報消防 110 12 那些 報警 把男童救了出來 沒有生命危險 他都很幸運 很幸運 有些網民就說 你要賠了一個電梯 你嗚尿別人的維修費 一嗚尿就著火了 對不對 所以說規矩很重要 一定要守 這件事他很幸運 這樣也燒他不死 另外 有一個村屋 是電線短路起火的 唐九 是慘吸龍煙的 大美督丁角路 這些樓都很便宜的 你知道 哇 燒到 哇 真的波及很大火 還說唐 這些村屋養狗好 唐九吸入龍煙就不適了 這件事昨天下午2點 大火 真的很大火 燒到 我想有一樓 一樓 一樓 差不多 高於一樓 這麼高 都很誇張 短路失火 對不對 這些沒得小心 他要爆爆 另外牛頭角都發生五車連環傷狀 兩個人受輕傷就送軟 昨天下午12點 再說一件事 又有人行山就死亡 西貢荔之莊 53歲男人行山 昏迷 直升機送去醫院搶救 證實不治 昨天早上 下午3點 有人報案 又說 有一個人同行的時候 因為心臟不適 就昏迷 然後消防文安隊 政府飛行服務員 他們就出動營救 說他有心臟病紀錄 真正死因有待 進一步確認 都是很難搞的 今天天氣也喊 一向喊 二向泰勁大堆 你朋友正在走 你自己也... 捱不肯 還要捱 有些人很喜歡逼人走山 很喜歡逼人走山 說走一下就可以了 那些肥婆太久不走山 走到走 他會不知道 沒有事 看皮膚utan 看皮膚有事 要死就死 沒能看 真的沒有樣子看,你不知道他的心臟,你看他的臉色好,他心臟可能只有三成功能,你不知道 他突然間有些東西一收縮,血過不了就死了,很簡單,人死很容易,一呼一吸,你吸不到氣進去就死了 所以說你沒有做開運動,你慢慢來,打一下太極都不要緊,叫人行山那些,真的 而且你一起走,一個不行,他就死定了,他受到真的不行,那時候你已經去到一個 主要有些人串串說,不是馬,走兩步而已,那些 真的,所以這些自己知道自己的事,你本身不是運動底那些,你不要聽人說,行山行山好,逛逛那些郊野公園都沒問題 他真的上山走上去,有些最怕就是,不熟路又成成各樣,對自己的體能不熟悉 你喝那些水,你又不懂得補充各樣,浪費到頭又不懂得戴帽 總之,你不要弄開,你不要弄開,不然又是趕著投胎 梁力耀為逛逛那些海岸公園,算了 對,另外有四個女生破壞這個優品360,噴油,罷賣,寫激了,寫到買兇殺人又是誇張的 他是一個藍色資本,但沒有去到這麼嚴重,噴別人黑社會 噴別人黑社會,噴油才是黑社會,這些行為就是之前那些反修例風波 當時很多人都不太理智,但現在被判感化和社會服務令,判算很輕 上訴停止,過輕就改判更新中心,也要入女童院坐下 最初遇到法官,想著你們小時候,因為都是16至19歲,見你女生 當時決定改了裁判,也是要入更新中心的 今天新聞到這裡,謝謝希哥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鈴鐺,分享下一個影片 OK 跟大家繼續聊天 OK仔,好吧,拜拜 拜拜